自從有傳過關要給公安檢查手機之後 很多人都可能沒有再回到大陸 不過接下來過年 相信有不少人都要陪家人回鄉下探親 所以我最近收到不少人inbox 問我現在過關還會不會被人檢查手機 因此今天就來跟大家解答這個問題 其實過關要被檢查手機這項措施的確是真的 無論是出境還是入境都有可能被檢查 位置就是在臨過大陸關之前 會有些公安住手 叫被檢中的人過去圍板前面排隊等檢查 當時幾乎一半的人都會被檢中 還會收走回鄉證檢查完才還給你 而且不單要檢查手機 就連隨身行李都要檢查 但是維持了不太久 大約只是在去年8月中至尾 實施了大約半個月左右 而由9月初至今我過過這麼多次關 都沒有再試過被人檢查手機 不過在去年11月就試過被人檢查行李 但都只是很簡單的抽查 而且機率應該記得一下 因為是我被檢查的時間 都沒有見過有其他人跟我一起被檢查 而到了12月更加是再見不到有公安住手 當然大陸的措施說變就變 接下來又查回手機都未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真的越想抽查那怎麼辦呢 正確的應對方法是保持良好合作態度 總之你有多不滿這措施都好 都無需要在那一刻表達任何不滿 反而主動配合開部電話和行李給對方檢查 會是一個更好的應對方法例 話說在8月尾那時我真的見過有人被公安檢查到手機裡有遊行的照片 不過因為他態度正面少少口說是朋友發給他的 公安只是叫他刪除就放行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試過在高鐵站拍攝那時 被一些便衣公安捉述要求刪除相機裡面的影片 我那時都是很合作刪除 公安看到之後都立即讓我離開 以上就是我給大家的一些小建議 但還是說一句近一個多月我都沒見過要檢查行李 手機更加是這幾個月都沒檢查過 大家就不用擔心太多了 好了今集就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